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编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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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要新建一个新道场的时候 或者有道场成立 金色成立 寺庙成立 很多人的因缘都会变动 有的有福的人呢 他就会特别的发心 特别的来 我想像这样一个佛心事业 自己有参与到 有的福德比较欠缺一点 这个时候呢 忽然他就不想修行 推施道行 你看这个疫情来 我们就是很多同修 更精进 变了一个人 他说上次我看这个疫情啊 好恐怖喔 无形之中感染到病毒的人 他就呼吸不过来 过两天可能就走了 天人永隔了 这个世间有很多这种无常的事情 这一次又是国际性的 到现在这个欧美国家呢 他的这个感染的人数呢 还持续的暴增之中了 想起来真的是相当的可怕 而且这个疫情一发生 他后面会伴随着很多的灾祸劫 之前就是有这个黄灾 现在也还没有停 后来也就是水灾 后来人心的变动 恐怕还要有这种刀兵劫 所以大家应该要就是把这个慈悲祥和 这样一个我们学佛修行的这样的大悲心呢 投射到这个虚空法界中 让这个世界这个暴力之气 灾祸且障碍能够赶快消灭回归祥和 我们也应该常常观想三根本圣众 或者就是他形成 汇聚成 诸佛的众集 莲花生大事 或者你任何一尊你相信的佛 最契机的佛 就像他的心间放出慈悲的光 在加持着这个地球 每一个众生 每一个友情 实在很多同修看到这些无常显现 这变得特别发心 这个无常大家都会说世间无常 那佛陀说最上手的修行叫观死无常 那在这个有人跟我说 哎呀我们每天因为疫情不能出门 那在家里收看这个世界的新闻 各国都传来有人染疫网上的消息 台湾也有 有人就是住院了 那连呼吸器啊 刚开始的时候口罩都不够用等等的 那就是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生命的教育 生命震撼教育 这就是每个人都会讲无常 但无常真的在威胁我们的时候了 我们的道心是不是真的这么坚定 你看大家讲无常的人 有的是嘴巴上在讲 那程度深浅不同 有的还会去解析 那有的还会拿来劝人 世事无常 世间无常 佛讲这世间的定律就是无常 我们要看开一些 那你看真的是领受到佛陀教言 这个世间无常 他有深刻体重的人 这种人大部分都能预知实质 为什么呢 因为这无常降临在他身上的时候 他会伴随着很多的痛苦 还有不幸 你比如说 有的人他平时啊 就是很喜欢修自己的手指甲 看自己的手 看自己的手很美很漂亮很指甲 这手指很修长很白皙 每天都涂很多的保养品 乳液 做出各种的伸展的动作 想要保持 给他画上这个 有五颜六色好看的这个 支甲油等等 就一个车祸 说不见了 当这种无常降临在自身的时候啊 他才会感觉到 原来无常不是用说的呢 不是用听的 无常他分分秒秒 随时都威胁我们的身心 所以对这个无常 不管是因苦生物 或者因为实修 就是思维无常 或者是观察无常 而产生智慧的定见 不管用什么方法 你对这个无常 有体认的人 你的修行一定有长足的进步 这就好像 我最近 因为 这个疫情 这个疫情反而 我就更担心 大家的修行灰灭 有的人就是 就是习惯了这个 3C的产品 就是用手机 电脑 就觉得说 咦 这共修还不错咧 以后共修就在家里 倒一杯饮料 坐沙发上 手机就知道 上次阿弥陀佛了 阿弥陀佛 今天要讲什么 就这样 可能还睡着了 好 就慢慢地就觉得 原来学佛修行 就只应付应付交代交代 然后都没有那种道性 其实这个世间上很多事情 没有亲身去体证 对这个修行不会深刻 不会产生真实的感悟 就不会有真实的智慧 点选右下角 订阅观音山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开示 与直播通知